一起给小狗做饭吧 嗨妹宝们 欢迎收看绝望主妇的配餐日记 今天还是给小狗做一个雪梨水 梨子去腥切块 搭配上山楂跟红枣 放进锅里面煮20分钟就好啦 这个是我新买的干料收纳盒 平常煲汤煮水啊 那些干料特别多嘛 就可以放进这个盒子里面一目了然 雪梨生吃熟吃性质不同 就和雪梨一样 红枣也是这样 有糊的红枣 补气补血 去虎的红枣 去火健脾 活了这么多年 这两个小知识还是第一次知道呢 今天给小猫小狗整点生蚝吃 山姆这个生蚝品质真不错 好像这一袋才69块钱 一大袋 然后它的肉质也很饱满 放进锅里面蒸熟 今天的第一道菜是猪心 小猫小狗分一下 现在我们家吃最多的就是刘家OG刘兰家了 每天给啥吃啥 进去手碗的时候都是光盘 连汁都舔得干干净净 真是太舒服了 这姑先去掉翅膀 脱上衣 脱裤子 再脱另一边裤子 前边脱完脱后边 觉得博主厉害的请扣666 最后再给他分小块 养家可以直接啃一整条腿 刘帕都不行 今天这个姑可算是没有剩菜了 但是他们全都没吃 哈哈 这个雪梨山楂水我也喝了 酸酸甜甜的可好喝了 但是你不怕今天连水都不喝 哈哈 生蚝也好咯 反正也没有一个人吃 但是呢 我为了带我这个夹子的货 赚这两块钱 我偏了老命 把这个夹子露出镜头来 快点去买哟 我给流浪汉分这锅的时候 我知道他是不会吃完的吗 我还给他放了翅膀 腿 还有一块胸肉 我就想看他喜欢吃哪块不胃 愿意吃哪块不胃就吃哪块 结果他一块都不吃 哈哈 刘帕今天唯一吃的东西 就是个奶酪 因为他奶味特别浓 他可爱吃了脱膜时间到 那个淮山洞 明明是我学 Aria Simba Mini Bobo 做的 其实什么名字啊 跟哈利波特的咒语一样 但是为什么做出来 就是没有他好看呢 服了 三马我的零食 名字我记不住 只给半个 美味饭饭 但是没人吃制作完成 开饭前呢 我还没意识到 形势有这么严峻 最过分的就是这个人 他已经有36小时 没有进食了嘛 然后这顿饭 你看他 闻了一下 他就走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会闻一下 直接就走 厨房里 怎么会端出这种东西 然后是这个人 他开饭前的表现 看起来还是很想吃 很急的 然后我想到今天有汤 他的耳朵老是粘到 然后就结块块 我就去给他拿这个 他耳朵的 这个时候还觉得 我的小狗真乖 真可爱 反正最后就是只吃了奶酪球 跟三毛五的零食 还有雪梨 因为小猫最好不要空腹 36小时以上 所以我妥协给他放了这一顿冻干 永远冻干 今天晚上结团哦 我今天晚上吃完我自己的饭之后 我今天晚上吃的是小炒鸡 加豆角肉末 我吃完之后倒掉剩菜的时候 那个碗筷不是会叮叮当当吗 那个声音一响起 刘拉罕简直跑出了法拉利的速度 剩饭到我嘴里就行 那边评论 我研发咤 prote帮 ill